商场人几人的音乐厅 人们突然之间可能会习惯这种远距离的一个交流 商业活动的突然停止 可能也会给世界其他所有的地区带来 深刻而持久的一个经济方面的一个痛苦 以至于复苏可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许多公司也已经会因此而负债累累 这些损失有可能引发一场规模巨大的金融危机 股市反映了经济危机的警报 美国标准普尔的指数周三下跌了 再次下跌了4% 那么投资者则准备迎接更糟糕的一种情况 在此之前该指数曾在3月大跌12.5% 成为2008年10月以来表现最差的一个月 那么一位作者也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 金融危机史的著作 这次不一样八个世纪的金融渔行的作者 他就讲 我觉得2008年的金融危机只是这一次的一个演习 这个话是我们接下来看他还会说什么 他说这已成为100多年来全球经济有记录以来的最严重的一次下跌 一切都取决于他会持续多久 如果持续很长时间 他肯定会成为所有金融危机的一个更远 如果有人计算如果超过半年 全球大衰退或者全球的金融危机是难以避免的 而今天我们已经为此而度过了两个多月三个月 那么剩下的两三个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随着目前这一场灾难呢 在南部的美洲 南美洲的继续的这样的一个龙屉 北半球与南半球之间的龙屉的话 很多的专家学者都发出来了 很糟糕的一个预警 那么他说呢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呢 尤其糟糕 他们今年出现了投资热的一个退潮 这本身呢 已经导致了他们的货币呢暴跌 迫使人们呢 为进口食品和燃料呢 支付更多的一些价格 令政府面临破产的危险 除此之外呢 本身呢 这件事本身呢 就有可能压垮 我们本身就不健全的医疗体系 但在一些拥有资本的投资者看来呢 一种充满希望的前景呢 似乎依然存在 突然之间呢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或者是像川普总统和中国的主席习近平所讲 很快四月份就没有了 会吗 他们这样的说法 从一开始就是缺乏任何的科学常识和医学常识的 他们只是在想让我们让人们能够重拾细心 但这一再也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可以说一句话 就可以重新改变的 今天我们全人类几十亿人都无法改变 而仅仅靠他们一两个政治家 以往当然这个政治家呢 经常呢 他们所说的都经过时间的验证呢 都并不真实 就能够改变吗 他说这位作者就讲了 是很难有所改变的 而如果就是按照特朗普和习近平所讲 会很快消失的话 谁也不知道距离什么时候呢 能够完全的呢 在主要的经济体位的平息 我们接下来就算平息了 我们要面对的呢 可能是一个苦难从生的世界 继续阻挠复苏的进程 大规模的失业呢 会使整个社会呢 付出极大的代价 大范围的矿产呢 可能会是工业呢 处于虚弱的状态 使投资呢 和创新呢 变得越来越枯竭 家庭可能会持续的焦虑 并厌恶风险 倾向于呢 节俭行事 一些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呢 可能会无限期的存在 因为他还存在 消费者支出呢 越战全球经济活动的三分之二 如果焦虑持续下去的话 人们不愿意花钱 扩张将是有限的 特别是在需要多年 持续警惕 他的存在的情况下 人们的心理 不会就这么反弹 一位隆东的投资研究公司的 首席经济学家 查尔斯·杜马斯表示 人们受到了真正的冲击 恢复将会是缓慢的 某些行为的模式呢 也将会改变 这是不是永远 至少也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呢 很多人呢 都会进行收缩 本身 这个消费主义的本身 就有很多的缺陷 我们已经将世界 我们已经将 与我们一起在这个地球生存的 很多生物呢 逼到了绝路 也许这是一次 真正的生物的一次大报复 这篇文章呢 含就具体的一些 各个国家的细节呢 包括他们的工业方面的一些方式 还有过去历史当中所采取的这个救急方式呢 都进行了评估和电评 对于欧洲和美国呢 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作者呢也认为呢 整个欧洲地区的 恐怕陷入到这种实质的停滞呢 时间会更长一些 因为他们的 虽然是一个欧盟 但是他们在应对这件事情上 缺乏一个统一的 一体化的一个行动 并且最近呢 因为各式各样的角度呢 那么欧盟内部呢 也发生了很多的 这个冲突 很多的意见的不合 而美国呢 也许会比较快的走出来 但是这也需要呢 做更多的事情 和从彻底的 从本质呢 去解决一些问题 对于中国呢 是没有什么样的 更多的表述 因为他认为呢 中国的很多事情呢 现在并不了解 一个真实的情况 这篇报道呢 也是洋洋洒洒 在原版的英文呢 是洋洋洒洒的 要六七篇 那么才能够看完 也是一个非常长的一篇文章 那么中文版呢 也有是一个缩减版 也基本的把所有的内容呢 可以说都展现给了我们 这一篇文章 整体上所透露的一个信息呢 就是在告诉我们 也许我们因为这一件事情 会改变很多 不仅仅或者是不单一的 只是一个短暂的 一个时期之后呢 就会结束 也许它会深刻的 影响我们很久 非常久的时间 那么接下来的 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看 我们接下来的 其他方面的一些新闻 我们其他方面新闻呢 这一个第二篇新闻呢 也是与欧洲有关 我们的有没有 韩奎女士在吗 您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吗 如果您要觉得可以的话 看有没有在举手 好像没有 不在 还没有上来是吧 好吧 那么我们第二篇呢 是最近有一个背景的介绍 简单的 那么就是习近平呢 从二月份开始呢 给全世界各地的领导人打电话 打得最晚的三个 或者世界上最重要的三个的领导人呢 分别是美国的总统 欧盟的主席 还有日本的安倍晋三 前两天呢 我们看到呢 他已经与这个川普总统进行了通话 但是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 还有我们知道的欧盟的主席呢 到目前为止呢 并没有开始真正的这个通话 这样很多人都一直在猜测 三天以前呢 我们播报了一篇新闻 就是讲呢 习近平呢 与欧洲的 比如说法国的 总统 德国的 还有意大利的 还有很多国家的 都进行了通话 唯独呢 没有选择呢 与欧盟的这个执行委员会的主席 叫范德莱恩呢 进行任何的通话 这呢 就让很多人质疑呢 他们本身呢 习近平就准备分裂 或者是分割欧洲呢 与欧洲的每一个单独的国家打交道 这样可以肢解 或者是挑剥他们的关系 有一篇这样的一个文章 那么这篇文章就指出呢 欧盟需要的是更加的团结 而不需要来自于中国 在这个时刻的挑剥离间 当然他也不是说挑剥离间 这样说 就说呢 不希望有中国 因为利用这件事情呢 而分裂或者是挑逗 欧洲内部的团结 那么今天呢 德国 今天的这位这个 欧盟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呢 范德莱恩呢 做了一件事情 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是罕见的可以说呢 赞扬了台湾 我相信这一个痛点呢 对于北京来讲呢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么先让我们看一看 这个新闻的本身呢 是如何讲述的 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呢 是来自于国际新闻 RTA的央广啊 RTA的央广呢 是这样讲的 说呢 总统蔡英文一日上午呢 宣布将会捐赠 一千万片的医疗用品 那么资源呢 严重缺乏这些资源的 这个欧洲国家 那么欧盟执行委员会的 主席范德莱恩呢 晚间呢 公开的呢 感谢了台湾 这是欧盟执委会主席 首度针对台湾呢 发表直接的声明 意义非常的重大 范德莱恩呢 一日晚间呢 在个人的推特发表声明 感谢台湾呢 捐赠560万个 这样的口罩呢 给协助呢 来帮助呢 欧洲的很多医疗机构 非常感谢台湾此时呢 以行动呢 展现这种团结 那么他说呢 这个事情呢 面对呢 需要国际的团结与合作 范德莱恩表示呢 台湾的行动呢 证明呢 团结呢 更强大 其实还有一句话就是 分裂 势必是不好的 欧盟有27个会员国 涵盖人口的接近5个亿 是全球重要的政经强权 这是欧盟执委会的主席 首度针对台湾呢 发表声明 意义呢 甚是重大 2019年开始啊 那么欧洲的情况呢 现在是越来越严重 那么第一线的人员呢 对这个 某些用品的 这个需要的 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破戒 台湾身处的前线呢 但现在做的效果呢 是非常的好 许多欧洲的国家呢 进行透过相关的管道呢 询问采购很多物品的事宜 此时此刻呢 进行捐赠 充分彰显了台湾呢 是可以在关键时刻 能够帮忙的 那么蔡总统一日就表示啊 台湾积极加强 与各国的防疫合作 将捐赠啊 上千万片的物资呢 支援啊 那么严重国家的一些人员 后续呢 会是产能呢 给予国际社会呢 更多的一些支持 台湾南外交部呢 则说明了 第一波的捐赠呢 是一个欧洲国家呢 总共是接近700万片 包括意大利 西班牙 德国 法国 比利时 荷兰 卢森堡 捷克 及波兰等 欧洲的联盟的会员国 以及 非联盟的会员国的 英国和瑞士 范德莱恩的声明呢 进一步说明 台湾捐赠欧盟的会员国呢 是560万片 这是有一个冲突 140啊 因为560欧盟呢 是什么呢 就是除了英国和瑞士 因为英国和瑞士 并非是这样的一个 加入到欧盟的会员国啊 那么英国呢 已经脱欧 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那么他不断地强调 也就是这100 另外的140万呢 哎 应该是给其他 这两个国家 或者其他的国家 欧盟历年支持台湾呢 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那么今年1月30日呢 欧盟呢 对外15部外交安全政策 发言人呢 巴恩图利克森呢 回复中央社的询问时呢 表示欧盟致力于合作伙伴 讨论并寻求呢 更加务实的解决方案 在台湾有相关专业技术 及能力的领域呢 台湾应该被纳入到 国际的国际的各个体系当中 那么还有一些呢 就是最近我们也知道 这个有一位 谭先生的这个好友啊 谭先生的好友呢 也是谭先生的高级顾问 在被香港的一位记者 问到关于台湾的问题的时候 他速度的回避 这也引起了最近全球啊 很多的国家的关注 很多的政治人士认为呢 而现在谭先生领导的 这个组织呢 应该需要重新的审视 和界定一下 他们到底在发挥着 什么样的一些作用 那么讲到这里呢 其实我个人有一个观察 那么就是在这个时刻呢 那么越来越多的人呢 通过中国近期发生的这件事情 开始重新认识中国 并且看到了中国呢 有一个代表词汇 叫可以说不择手段 不遗余力的呢 捞进所有可以捞到的手 捞到的油水 这也让很多的欧洲 美国很多全世界的 很多的人士呢 都越来越发的呢 警惕来自于中国的这种威胁 那么欧盟的主席 这样首度的 直接的啊 而且没有任何回避的 对台湾的赞扬呢 这可以见识 欧盟呢 将会重新调整呢 它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虽然这个事情很小 非常非常的小 但是我希望观众朋友们 能够从这个细致的 小小的这件事情里边 去发现一些呢 过去不曾有过的事情 过去的很多事情呢 都是一种政治上的有理 而今天呢 我们看得到的 很多在曾经几十年里 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呢 在最近呢 都一一的发生着 很重大的改变 这也许是世界的外交 或者是整个国际的 对于中国的角度呢 正在发生改变的 一个历史时刻 我希望我们的每一个人呢 都能够去发现 和跟着我们呢 一起去了解 这个世界如何看中国 中国如何看世界 都在发生着非常微妙的改变 我这里是不是有点阳光 有点太刺眼 很抱歉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谈一篇文章 谈一篇文章呢 这篇文章呢 是来自于德国的直升 然后呢 又时间